说在中央候选人定案之后 他的主轴是什么 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些 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些同志 他未来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 这样才比较好去安排 例如不分区之类的 都不知道 我候选人是谁也不知道 然后你到时候 你的主轴是谁也不知道 你的团队会是谁也通通都不知道 在这样通通不知道的状态之下 你怎么去弄立委 我觉得大概在5月到6月左右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的人选能够顺利的推出来 而且是一个ready准备好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整个从6月开始 一路打到明年1月 这个半年的悬战 虽然说长不长说是短不短 可是我觉得会相当的精彩 赶快把总统候选人先把它定案 那不要说你要等立委弄完 再来弄总统 我觉得就会拖延 而且我不会言的是 我们光是在立委的协调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觉得这些 他的冲击力或者他的影响力 其实很多立委的席次 不下于大家对他的关切 不下于对总统候选人的关切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总统候选人比较早把他定案之后 然后接下来再做这个 因为说实在 总统候选人定案之后 他的主轴是什么 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些 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些同志 他未来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 这样才比较好去安排 例如不分区之类的 都不知道 我候选人是谁也不知道 然后你到时候 你的主头是谁也不知道 你的团队会是谁 也通通都不知道 那在这样通通不知道的状态之下 你怎么去弄立委 好我举一个例子 我直接讲举例 其实我都很不想讲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你少讲话 你自己赶快把你自己的立委搞好就好了 我们每天都累个要死 你知道 譬如讲 加持是侯友宜 加持是侯友宜 那侯友宜 我们今天推出侯友宜宜 就应该让他选上吧 对不对 选上之后呢 侯友宜他立刻会面临一个 那谁是他的接班人 是不是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就由他的副市长来接班 比如说大家常常都讲 应该就是刘和然来接班 但是也有人讲说 恐怕可以有其他也不错的 立委不错的人来接班 大家那个时候啦 就是曾经有人点名到江启成 对不对 对 江启成会不会接班 说实在我并不知道 只是我会认为说 假使 假使真的是江启成 或者说你是现任的立委 或者他要去角逐立委的人 请问一下 他还要不要再去参与这次的立委的选举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不要把他搞到一个很奇怪的境界 我意思说假使是江启成可以接班 就是接班那个侯友宜的话 对 江启成在这次选举他还要去选吗 可以把他列入不分区啊 如果是这样的规划的话 对不对 对 这样就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咯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你要有所谓的超前部署的概念 我比如说超前 你要提前部署嘛 你总不能最后又抓虾 假使啦 最好刘和然可以选啊 如果觉得刘和然可能不适合 我们还找一个 就这个人呢 已经去跟去参选立委了 然后你现在要让他干嘛 对不对 或者是他还经过初选的搞不好啊 他都还 反正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嗯 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把总统候选人先确定好 那我们有一些非常优秀的 其实就可以去去做一些规划 我不晓得大家听不听懂 一话的规划 我听得懂 我听得懂 对 那那我翻译 帮我翻译一下 对 小心一点也听得懂 对 就是先把总统这个参选 然后定了之后呢 其实周边一些 而且还有 我再讲 如果 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总统选举就是要让他选上 对不对 选上之后 他一个人去上任 对不对 那还有 还有他的整个团队嘛 对 你今天如果是执政的团队 你别的安排部分区的话是OK的嘛 部分区你如果让他转到这个阻值上去就对 我们还有其他人可以逼地补 如果他是选了区域 到时候又会有争议 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去想的啦 总统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牵涉到是整个2024年的大局 以及呢 就是说那人民心中的那把火想要发泄出来 那到底能不能够让政党真正的轮替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呢 我觉得现在台面上的几个可能人选里面 那民调最高的看起来目前一直在各间民调当中 都是侯友宜 那侯友宜因为在这个南投现场补选之后 当然有一些对他人是颇有为辞 可是我觉得 其实侯友宜他基本上他是有把事情做好的能力 新北市他治理的是有声有色 再来呢 我们也要看一下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 然后我们提出的人选的人格特质 有没有办法跟他去互相PK 我觉得在选举战略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赖清的他优势是什么 他其实是 他的优点 他会给人家一种拼命三郎的感觉 就像是蔡振元委员说的 他常常会好像是退此一步 急无死所 然后呢 很拼 然后很冲 然后很苦情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呢 侯友宜他刚好是能够去克 赖清的这个特质的 因为他也是出生基层 然后还有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 在新北市耕耘这么久 那他跟民众的那种互动 如果大家有当面见过的话 你是不会忘记的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 等他宣布之后 如果就是真的征召他 然后他出来了 那他跟麦清德PK 包括在地方上面那种跟民众的互动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好看的 那至于说提名的时程 我其实我之前有看这个 宏威文有讲说七月好像有点太晚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七月真的是晚了 但是如果是依照党部目前的规划 比方说在提前一个月左右 在五六月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要急着 要赶鸭子上架 当然我们都知道 侯市长跟他的团队 跟党中央之间 或许还有很多需要磨合讨论的地方 那或许他还有要准备的地方 我们也没有说急着要 你现在要表态等等的 但是呢我觉得大概在五月到六月左右 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的人选能够顺利的推出来 而且是一个ready准备好的状况 那我觉得整个从六月开始 一路打到明年一月 这个半年的选战 虽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可是我觉得会相当的精彩 那重点就在于说呢 他自己作为一个 就是说在刚刚讲的 那个苦情悲情跟拼命 那侯友宜他是比较乐观的 他就是呈现一种不同的形象 但是也是拼命三郎的类型 那这个形象如果能够打平 最后就是我们在空战上面 或在议题战上面 包括宏伟委委员 包括很多立法院里面的 优秀的立委 我觉得在议题上面 在把民进党施政不利的地方 更多的揭露出来 那民众他可能就会认为说 2024年真的需要政党问题 第一个我要讲 就是我是完全同意 这个宏伟委委员讲说 其实可以早点表态 甚至我觉得不需要太去 鼓励新北市议会的 民进党议员会怎么攻击你 就像主持人说的啊 他也是会攻击啊 你没有表现他就不攻击你的吗 他还是天天问你嘛 那第二个是 我必须说新北市的民进党议员 并不强 并不强 那所以如果你连面对新北市民进党的议员的炮火 你都承受不住的话 那请问要怎么打总统大选 你大选你是要面临的是县市首长 然后整个行政资源 再加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当然也包括新北市 以及各县市的议员 轮番上阵跟你挑战 所以如果只是新北市的议员的话 真的还好 不用那么紧张 那如何把他们的咨询 他们对你的批判 转换成你的政治舞台 你再上一步的这个 没错 在上部的一个媒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接力出力 对今天他在议会里面询问你很多问题 那当然他就说以你选总统为原则 然后呢去咨询你 那当然请问现在缺电的事情怎么样了 缺蛋的事情 缺鸡的事情 猪肉涨价的事情 国军军纪换战的事情 整个新北市议会的咨询跟背询谈 就变成是你可以去说你自己理念 因为你是新北市的 他们也是其中一份子嘛 所以我们说缺蛋的问题 全国遇到了 新北也遇到了 所以呢那新北的缺蛋状况如何 你未来如果你做了总统以后 你要如何解决 他恰恰好会是一个 在整个过程当中 很好的一个 让大家看到你的舞台 像是我对好友谊 最有印象的一场咨询是谁呢 是何博文问他说你要不要抗中保台 结果呢侯友谊怎么回他的 侯友谊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 你觉得我不爱国吗 直接准他变成大家都在笑说何博文 你连兵都没有当啊 你在那边讲人家保家卫国 这么多年的警察会卖台 那请问你自己嘞 就直接一个反杀回去 然后弄得当时 哇我看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情绪都嗨起来了 这就是你认为明讲会攻你 他当然会攻你 但是你要把他对你的攻击 转换成让大家看到你的能力 跟实力的最佳舞台 你真的觉得公平吗 因为这个显然这个机制 很奇怪耶 还有就是说叫做什么 如果各选区不同 有的是如果可以协调 有共识就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共识就怎么样怎么样 我想问你就是 你现在怎么看这件事 你要怎么踏出第一步 去跟你同选区的 譬如说费委员 去讨论你们有没有共识 其实有共识很难啦 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立场嘛 那我有我的立场 他也有他的立场 这都是很合理的事情啊 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人 是比较好协调的啊 所以我觉得协调 就是一门大功课 那我会觉得说 至少我们不像民进党啊 就故意未来去臭别人 然后写一个什么奇怪的一个 一个绿营版的现任优先的大局条款 民进党他们是 那我们不要的东西 他们拿去用 我们开心都来不及了 那对我们而言 最重要的在于说 你能不能够选出最强的人 代表国民党出战 未来进到立法院里面哦 然后可以 这个继续的有效的监督哦 其实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 这个如何去争取选民的认同 这是我自己的功课啊 所以我觉得虽然你说 当然是全民调 它是比较容易 然后比较不劳民伤财 也比较快速的这个做法 可是对我来讲 其实我会比较在乎说 是不是台北市的各选区 都可以用一样的制度啦 因为有的时候会这样子 像我们之前也是 初选的时候 比如说某几个选区 像上次的话 应该是大安文山跟宗山信义 两区是三层党员投票 七层民调 可是其他的区都是由民调决定的 那这样的话就很明显让大家觉得 这个有不公平的感觉 是不是因人设置或什么的 最起码会有这样子的质疑 我觉得算是正常 因为既然都是在台北市 那都是有初选的话 是不是制度可以同意跟一致 而不是说那 比如党部说的算 或是说啊你用协调 但是以协调为名 但其实根本协调不去个结果之后 那就又这样子做了 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说 那大家都用一样的方式 这样子没有人能够喊口 反正所有人都是三比七嘛 那你说不了限量是你家的事情 代表你不够努力 代表民众不够支持你 所以我的意见是这个 但是不管如何 因为我觉得党内 还是要保持选后的团结 所以我会尽可能的 即便或许有一些些的 一点点的委屈 或者是说心里觉得说 为什么不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好 但是我不会在这方面去强求 因为我觉得再多的撕裂 其实对于后续的选举 包括2024年大选如果是不利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尽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 就是说保护这个政党 跟保护我们的候选人 对所以我的真心话是这样 所以我在想我们这边应该就是 三成党员投票 七成民调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啦 那我自己也会先定在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我不会说那没有全民调 我就怎样 不至于 你有初选我刚刚已经讲 对我来说有争取到一个初选 已经非常好了 那如果能够让全台北市都是一样的 我心里会觉得很不快很公平 那如果是没有办法都一样 但至少有初选 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矮油 但是呢 没关系 因为为了大家一起共好 那我觉得 也不见得要在小小的事情上面 一直不断的争执 那加强民进党可以见缝插着 或是撕裂我们国民党的机会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我必须讲就是刚刚听到巧欣这样讲 我觉得还蛮放心的 对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大概 因为我们都同一选区嘛 那我原来就这个选区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部分选区 其实就原来的中性 那说实在我们之前是 大家真的是 很不知道怎么讲 那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听巧欣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就是展现一个政治人物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格局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啊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蜡7